臺灣的乳癌近20年來是快速的上升 最新的報告 一年的話新發生的病例 有一萬一千兩百八十一位 整整比過去20年是增加了六七倍 那近20年來在臺灣的乳癌 除了比國外要年輕化以外 那為什麼會有發現這麼多的病例 那除了在飲食的西化以外 還有環境的營餌 那再加上這新年來 我們的衛生福利部有相當的推動 乳癌的篩檢 那在乳癌的篩檢的話 把一些早期的乳癌都找出來 就能做到貼水中 St. 関西西化成功的 電池燈餌 就能做到貼水中心間 我和你做到貼水中心死在